我们知道去年的俄罗斯因为经费问题国内军事持续下滑 但一直以战斗民族支撑的俄罗斯会让自己趋于没落吗 自然不是 因为种种原因俄罗斯采取了针对性研制 也就是发展自己在世界上占有优势的武器 基于俄罗斯针对性的计划 核潜艇便是该国的优势 根据俄罗斯方报道 近日的俄罗斯在致力于核潜艇的研制当中开始各种复兴计划 不仅会对之前的先进核潜艇进行针对性的改造 还将打造先行核潜艇 在俄罗斯一系列的核潜艇计划中 显然一些国家会因为该国针对性的复兴海军不再变得肆无忌惮 事实上 当俄罗斯核潜艇开始成为该国海军力量的标志时 该国就曾直接和美国核潜艇形成正面冲突 并让其受到重创 1992年 当俄罗斯核潜艇萨拉基核潜艇正在执行任务时 却不想被美潜艇跟踪 可能是当时的美国过于自信 因为萨拉基核潜艇完全毫无察觉 却不想就当美国核潜艇远离越放肆时 萨拉基突然掉头直接撞上美潜艇 显然对于萨拉基核潜艇突然撞向自己的举动 美核潜艇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机会 面对萨拉基核潜艇的突然冲撞 外界自然会关注这艘核潜艇发生撞击事故的状态 显然这对于在双壳体挺身的基础上 采用先进高强度钛合金的萨拉基来说 这样的冲撞不在受损范围内 如今俄罗斯有计划的复兴核潜艇也是给各界一定的压力